我的名字叫贾寅君 今年31岁 我的工作性质呢 其实也是每天是在舞台上的 我的女儿 她其实也很好奇 她感觉到妈妈在舞台上 在工作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次来到妈妈咪亚 是因为我的女儿 展示一下让她看到 妈妈其实演说是怎么样的 大家好 老师们好 我的名字叫贾寅君 今年31岁 我是一家四口的家长 也就是说有两个孩子 还管着个老公 不是 我的家庭成员是我外婆 我妈妈 还有我和我女儿 我也是好奇 外公 他们都去世了 都去世了 爸爸呢 我爸爸也去世了 然后我是离异的 那您的职业 我是一个酒吧歌手 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半夜 每天晚上的12点或者是1点 持续了多长时间这样的生活 差不多有10年左右了 在酒吧 都在上海吗 住在哪个住厂哪个酒吧呢 之前一直在外地 就是今年刚刚回来 那现在你们这一家四口 还是靠你一个人了 对 一直是这样 四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面 被我以前的领导就说 你是四室同堂 那你现在的收入能承担得起吗 收入 其实我的工作 就是有一点不稳定 有的时候很好 就是很OK 家里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就不知道 明天是到底怎么样了 明白明白 为什么要就是来到妈妈咪亚 作为一家之主 我是为了我的女儿来的 我女儿从来没有看到 我在舞台上演唱过 因为我是在酒吧唱歌嘛 小孩子去酒吧是不太方便 对 不可以 所以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妈妈是唱歌的 但是她不知道妈妈到底是怎么唱歌的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 想表演给她看一下 女儿来了吗 她也来了 那你不用让她电视上看 她可以来这里看你唱歌呀 行 我让你女儿来 好 好 好 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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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想要看妈妈唱歌吗 想 你过来 姐姐那边 坐这边来看 然后看着妈妈唱歌 好 妈妈 你姐姐那边去 坐这边来看妈妈唱歌 乖 非常乖 好重啊 这个好重 妈妈 我现在支持你 加油 唱给你女儿听 好 谢谢 我还记得小小年纪 盛开你的手有点酷心 闭上眼睛 看着你一点哭泣 就像握着冰淇淋 有时候难过心境 你都有办法让我开心 依然清醒 回忆里那些曾经 有笑有泪的光语 我们的生命先后失去 在同个温室里 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回忆 未来的每一步 你笑意 把这彼此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 也要我亲密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 你笑意 想去想去笑意 未来的每一步 你笑意 爱此彼此梦想前进 如说我会随你 也要我亲密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 你笑意 想去想去笑意 未明 也忘记彼此的愿意 我会永远在 遇到你身边 陪着你 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 给我最亲爱的baby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 好看啊 想不想现在去握着妈妈的手 陪妈妈在一起 对 她好重 一帮我一帮我让得好好 好乱 我最亲身在夜店里面真的表演过 穿的衣服真的不可能是这样子 要不然客人就跑掉了 然后那个唱法也不可能那么甜美 唱得非常的好 谢谢 而且很多酒吧歌手上来 每个人表达的那种情境不见相同 有些人可能刻意表现得很潇洒 有些人可能刻意去强调说 生活艰困 或者说他对这行的一样的一个困难 我觉得你蛮云淡风轻的 这首歌表现更显得动人 我非常看好你 谢谢 我的表态可以非常快速 当然是通过的 谢谢 唱好自己的歌 也做好自己的妈妈 希望可以真的借由这个舞台 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可以压力再少一点 加油 谢谢 谢谢老师 好像刚才听你说了 你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 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想要找出路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叫某些工作室 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我都可以帮 但是你得要 帮你的努力 谢谢 把歌唱好 我一定会 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谢谢 谢谢老师 说多了 说多了都是多余的 你们家有四个人 有一个住院 希望能多一个人 有五个人 然后保持生物多样性 这样的话家庭会更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和老师 我一定会帮你 老师 你跟老师 腹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